故事发生在一片荒漠上 一个眼镜男双手拿着满满的望远镜 突然驶来一辆车 从后备箱中钻出一个警长 他面对着镜头为我们讲述 如今好电影包含的重要元素 没理由 而今天的这部电影就是要把没理由霸样光大 随后眼镜男分发望远镜给观众 并要求他们保持安静 电影即将开始 电影的主角是一个橡皮轮胎 他摇摇晃晃的走着 发现自己可以轻松碾破塑料瓶 可以轻松碾死一只蝎子 但他多次尝试碾破玻璃瓶子 却以失败告终 被激怒的轮胎开始激烈抖动 爆破瓶子 从此学会了这个抖动技能 接着轮胎发现一只兔子偷窥他喝水 抖一抖爆破了兔子 轮胎欢快的跑着来到了公路边 正好撞见一个妹子 飞驰而过 色心断气 开始追逐他的真爱 没想到被后面的卡车撞飞 打断了他的求爱之路 这时旁边一只乌鸦在嘲笑着他 砰 闭上你的乌鸦嘴 他追上了撞飞他的男子 砰 爆了一撞之仇 轮胎来到旅馆 看到了真爱的车 回过头发现真爱的房门没关紧 于是轮胎偷偷进屋 正好撞见真爱在洗澡 这时观众开始对出现的逃色情节 进行了低俗的讨论 傍晚轮胎住进真爱的隔壁 一直在看电视 观众觉得看一个轮胎看电视很无聊 躺在地上准备睡觉 但有一个坐轮椅的大爷还在坚持着 第二天早上 眼镜男来到了观众区 扔了一只火鸡 大家争强着吃 只有坐轮椅的大爷没吃 因为他只想好好看电影 不想被打扰 另一边 女服务员看见轮胎在洗澡 就无情地把轮胎丢了出去 收到侮辱的轮胎 爆了女服务员 这一幕正好被一个小男孩撞见 接着轮胎来到泳池旁 目不转睛地偷窥着真爱游泳 真爱走后 轮胎跳进泳池体验一把 警长接到报案来到了现场 小男孩带着他们来到泳池边 指出轮胎就是杀人凶手 但没有人相信一个轮胎会干出这种事 然后把轮胎粗暴地丢到一边去 接着警长开始审问 但审到一半时 看了下手表就宣布结束了 他向大家解释道 这只是电影而已 并非真实 观众现在都吃了毒火鸡 全死了 没必要再演了 这时眼睛男走过来说 还有一个轮椅大爷没吃毒火鸡 还没死 所以电影必须继续演下去 从这以后 电影完全乱了套了 接下来 轮胎看到了人们在烧他的同类 愤怒的轮胎开始了他的杀戮之旅 警察决定利用一个假真爱模特制服他 引诱轮胎引爆炸弹 然后把轮胎炸死 这个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轮椅大爷来指责他们演的没有开头好 并且提出可以用炮弹直接攻击 接着轮胎爆破了假真爱的头 但却没有引爆炸弹 气急败坏的警长 直接进屋开枪打爆了轮胎 把烂轮胎丢在大爷面前 宣告电影结束 这时大爷发现轮胎脱升到了三轮同车上 他向同车解释说 自己只是个观众 你不能抱我的头 既然不能抱你的头 那抱你全身总可以吧 三轮车开始了新的旅程 唤醒了许多轮胎 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 来到了好莱坞面前 电影结束 看到这里 你应该在想 这部电影到底要表达什么 剧情乱套 根本就看不懂 别问为什么 因为这一切想不通的东西 都可以用无理由来解释 但其实 这个看似荒诞的电影 到处充满着暗喻 比如警长就是导演 眼睛男就是影院 观众就是影迷 轮椅大爷就是影评人 至于轮胎嘛 给你三秒钟想一下 没错 就是演员 这部电影构思疯狂 意韵十足 提进外 这部电影去 对呀 对呀 是有一范 二范